距离罗志祥520发文 男孩女孩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但这件事仿佛变得有些微妙起来 有两个问题一直挥之不去百思不解 罗志祥为什么敢在520那天发文 周扬青又为什么至今没有任何回复 脑子里冒出了一个不太好的猜想答案 那就是会不会罗志祥这两期已经复合了 先理性分析 先回到最初的那两个问题 第一个罗志祥为何敢在 又为何要在520那天发文 罗志祥出道20多年 一直以高情商反应快为著称 并且他一路从娱乐圈底层走到现在的位置 还能在台湾大陆无缝衔接 这算得上是一个精明且有眼力见的人 且5月20号距离他贝斯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热度逐渐开始变大 按理这会罗志祥应该最应该必卖 然而期待大家能够忘了这件事情 毕竟时间是最好的公关 但罗志祥偏偏没有 他反而公开了一封盛世浩大的520告白信 而且定位是在周阳青生日9点12准时博书 并且直接爱测了对方 内容总结起来大概就是 我的身体出了鬼 我的文字还爱你 这不是要把事情闹得更大 引起更多骂声吗 为了向周阳青求饶 可是人家说过不会再放锤了呀 并且都这个时候了 罗志祥还长篇大论搞什么痴情人设 他不怕惹翻周阳青再挨一锤吗 甚至不说锤 就算是周阳青随便吐槽一句 他只会被吵得更惨 以后怕是很难翻身吧 平罗志祥的精明和阅历 不可能考虑不到这些 所以他到底哪来的底气 就那么确认自己520告白 求不和不会被锤 甚至有可能利于自己未来的发展 原因只能想到一个 发那篇告白信之前 罗志祥绝对和周阳青沟通过 并且得到了同意 否则以罗志祥的精明 和他整个公关团队的智慧 绝对不敢直接发这样一封告白信 而任可罗志祥发这一封信的周阳青 又在想什么呢 那可是一封求复合的告白信 要是他没复合干嘛同意这个 就算退一步来说 周阳青就算厌疾就情 选择原谅罗志祥 想把他的事业回到正轨 但是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更何况罗志祥如果指发这封信 对他的付出也没有用啊 有人会相信他真的是痴情吗 罗志祥能够付出 只有周阳青和他付出 并且公开原谅他 再澄清多人运动 只是王者荣耀 所以想复工 就先得复合 并且周阳青自己很有可能选择复合 周阳青以往其实是一个有些恋爱脑的女孩子 而罗志祥又恰好 非常非常会搞浪漫 在微博和小号上 周阳青都会记载和罗志祥 每一件心动的小事 比如 你工作那么忙 还跑过来接我 就因为想要看我一眼 我真的好幸福 比如 猪猪背着我 看完了整场Disney表演 上一次这样做的人 可是我的爸爸 当时我就在心里默默的说 爸爸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 可以接替你爱我的男人了 再比如 困难时有你在身边 我觉得自己真的好幸福 以后如果你遇到困难 我一定会全力帮你克服 但罗志祥是真的爱周阳青吗 不知道也不评价 只能说 他至少没有那么多偶像剧 没白拍 也因此周阳青对罗志祥的 爱情滤镜非常重 后到会让他曾经 陷入在自己感动自己的情绪中 随便一件小事都觉得 对方真的好爱自己 显然罗志祥很懂这一点 他的520告白信里写到 从5月开始 每天都会给周阳青 私发这样一篇的告白 内容是什么 各种恋爱细节的积累 比如两人首次相遇 那人生中最意外的惊喜 比如自己鼓起勇气 给周阳青打的第一个电话 比如周阳青因为一件小事 第一次为自己吃醋 比如周阳青在一起时 吃完简单的两面 也无比幸福 这谁顶得住啊 周阳青能顶得住吗 恐怕不能 不信你看罗志祥连续发了19天的告白信 周杰也没给拉黑删除是不 并且周阳青玩了那天的早安微博 粉丝区的评论期的粉丝几乎都在劝他 别心软附和但他一条都没有回复 这和上个月首次罗志祥的毫不 毫不流行的回复 以及平时很爱和粉丝的唠嗑的话风很不一样 说明周阳青现在并不抗拒罗志祥写的那两个人甜蜜回忆 再者周阳青之前原谅过罗志祥出轨吗 当然2012年他曾经亲自抓包对方 并且对方还理直气壮的表示道 你看到的就是事实 我不会解释 最后结果如何呢 周阳青还是选择原谅对方 我还是会想你 但我不会打扰你 祝你幸福 并且在两个星期内两人就迅速重归于好了 俗话说选择第一次原谅就会有第二次 就会有无数次 人的底线也是在不断原谅中一步步降下来的 并且那是 并且那会还是2012年 两人才恋爱一年而已 周阳青已经爱得那么难舍难分 如今相恋九年各种回忆他能放得下吗 再捋一下这件事 罗志祥在和周阳青沟通后 被许可在微博520一次公开告白 周阳青20天来 从没有拒绝罗志祥的私下告白 也没有回复劝他别复合的留言 520那天很可能就是 520那天很可能就是他俩的破镜重圆日 并且罗志祥本人在520告白后 也一直在释放两人已复合的信号 在抖音有一个投票 是否支持罗志祥和周阳青复合 罗志祥直接用大号投给了支持 他还在inst上发了一个 2020restart的红色按钮 疑似暗示重新开始 周阳青看到这些了吗 当然这两天他一直在更新抖音 并且周阳青抖音上和罗志祥 秀恩爱的视频一条眉山 这些视频每天都应该有上百条新评论 周阳青如果真的完全恩断一劫 应该马上觉得有个硬完全删掉吧 不出所料的话 周阳青会跟以前一样 被罗志祥的花言巧语感动 然后和好 罗志祥对周阳青的感情是真是假 不知道 但是周阳青对罗志祥肯定是爱的深切 就算没有六千多字的台阶 周阳青也可能会低调复合 这就是爱情 爱情的力量就是那么大 不然也不会在一起九年中 一再的犯错 一再的原谅 不是爱 任何原因都解释不了 爱情这种东西不是你想有就有 你想让它消失就消失 明明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个渣男 可是谁又控制得了自己的情愫呢 如果爱情都是理性的 就不会有那么多爱情主题的红篇巨作了 从古至今因为爱情成就了很多佳话经典 也因为爱情量成了很多大错特错 所以大家也不要说周阳青跟小猪复合有什么不好 本来相爱的两个人选择怎么样面对感情就是人家自己的事情 我们不必过多去用道德和理性去绑架谁 接下来两人重回爱度 小猪顺理成章的重回娱乐圈 慢慢回到一线主流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自身条件在那儿 跌下神坛是因为这次分手事件 现在当事人都原谅自己的不难 不良男友了其他吃瓜群众 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抗拒呢 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爆料丑闻分手的是他们 现在要再和好的还是他们 作为吃瓜群众 自始至终 除了饱饱的要吃了一顿野餐 除了饱饱的吃了一顿野瓜大餐外 好像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这夫妻二人赚足了眼球也赚足了人民币 又和好如初了 不得不佩服这操作666啊 最终还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罗志祥各省份分享 应该是整个世界最无辜的群体了 当网友找不到罗志祥本人羡愤时 全部的愤怒都撒气在他们身上了 现在人家小两口和好了 分享们也没有重拾粉丝们的喜欢 总舵长吃肉的时候 自己一口肉没捞着 挨刀子的时候 现在也一下没少挨 现在人家又开始吃起肉了 以前好歹也能闻个味 现在连味都闻不了的 最后说点正经的吧 谈恋爱也好 婚姻也罢 一方一再的犯错 另一方没有原则的一再忍让和原谅 换不来对方的回头 事案换来的只有得寸进尺 增加伤害 看看那些出轨的是不是继续出轨 直到离婚 看看那些家暴的不反抗 换来的只是更严重的家暴 不务正业在外面乱搞 原谅之后他只会继续乱搞 所以当一方犯错了 一定要坚守原则 抵制到底 不能将人受无尽的折磨与伤害 哪怕真的很爱对方 也不能一再退让 爱不是丧失原则的借口 爱应该成为用行动捍卫感情的动力 周阳青确实是个好女孩 只可惜好白菜都被猪拱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